這是一個從我覺得從去年到現在 這支病毒的有些特性 我們可能還要觀察比方突變的狀況 你身體裡面病毒會殘存多久 殘存到CT值多少傳染力很低 這些都還有帶很多的證據在出來 可是幾個東西是不會變的了 就是你我們講的 我一直講第一個隔離是最好的政策 把可能還有傳染力的人隔離住 你就沒有機會傳染給別人 第二個假設這個人 就算他還有一定程度輕微的傳染力 可是你跟他相處的時候 你口罩是戴著的 你的手是洗乾淨的 你沒有這樣子更多的年末的接觸 這樣子的防疫 我覺得台灣大概暫時不會有什麼問題 所以現在看起來 布陶的情況是已經趨緩了 但現在令人擔心 就是這個913的案例 30多歲的男性 他是經過10次的裁剪 結果竟然是陰陽反覆 那要請教這無心態醫師了 因為現在我們都很擔心 就是說如果你是一採陰二採陰 是不是都變成了 不是那麼的保險 已經出現這種特殊案例了 其實剛剛建醫師特別也有提過 就是這一次的這個913的案例 他的10次裁剪 陰陰陽陽反反覆覆 那他最後一次的陽性確診 其實CT值也是非常高的 那我們知道CT值越高 就表示病毒的量是越低的 他傳染量是越低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算是一個特殊的案例的原因 是因為這個患者特別的小心謹慎 就是他在知道自己有可能染疫的過程之中 就一直不斷反覆的去做一個篩檢的動作 那中間可能因為病毒量還沒有沖起來的關係 所以一直沒有測驗到陽性 那我覺得這個案例其實也回過來推 說我們現在布桃的這個清零計畫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這個清零計畫它不只是幫 所有可能有風險的醫護人員去篩檢它這個PCR的病毒量 他同時也有去做這個血清的抗體 那血清的抗體就表示說我們去回推說之前 有沒有可能染疫的可能 所以做了這個抗體之後 其實一連串他的這個 之前有沒有可能有得過 跟現在的傳染力其實都會比較明瞭 那我們就可以比較放心 那我很好奇 他在這麼多次的採檢陰性當中 那病毒是藏在哪裡 可能一般來說像這樣子的病毒 或許是呼吸道 那其實以前一些其他的 比方說一些神經根的病毒 或者是藏在其他消化道的病毒 這些都有可能 那你說包括消化道 現在中國也有開始用這個肛門的篩檢 對 肛篩 對 所以其實這個病毒變幻莫測 那又有很多變種 所以是很難猜測的 他這個病毒是因為這個 比如說個案 他本身的抵抗力比較強 然後他可能就這個躲起來 那當他抵抗力變弱的時候 他又冒出來 是這種情況嗎 病毒他基本上 一個人他在感染之後 他會隨著 就是開始有症狀之後 體內複製他病毒量越來越多 我們去測的時候 他的CT值 我們前面幾個案例也看到嘛 就是CT值開始越來越低的時候 表示他病毒量越來越高 傳染量越來越多 那他如果前面測這麼多次 都是陰性 後來變成陽性 表示說他有可能抵抗力 再跟這個病毒去做一個對抗 那後來說他陽性確診 那個時候也有相關的一些症狀 那這個症狀 因為CT值真的蠻高的 所以到底是武漢肺炎 造成的這個症狀呢 還是說根本就是因為最近 其實秋冬空氣污染比較嚴重 造成的症狀 這個其實也不得了 是OK 所以有可能是每個人狀況不同 有人可能幾次採檢就出來了 但是有人是特殊狀況 經過這麼多次的採檢 然後才確診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解釋 醫師跟我們做一個清楚的說明 所以一般民眾大概也不用說 去陷入一種恐慌 認為就是說 沒有驗出這個是陰性 那還會擔心說自己身體 是不是有可能會 接受到這種病毒的感染 只是說現在因為疫情的 這個嚴重情況 全世界現在都是寄望疫苗 能夠產生相對的抵抗力 但現在竟然出現了 中國的黑心假疫苗 發現了3000劑 來瑞德哥 中國怎麼會出現 我們說他們之前的疫苗情況 已經是劣跡斑斑 現在竟然發現 中共抓了80餘名 查扣完 他是用生理食鹽水 來冒充這種疫苗 上個禮拜呢 中國發生了這個假鱿魚啊 那麼足足足足的以後鱿魚不見了 對 那我之前的節目中講過啊 中國出現了在汕頭 中國自己的媒體報導 還有圖文並茂 還有照片 用這個紙捲成大米 假假假假 這個米怎麼特別重 特別硬 後來發現是假的 這個白米啊 還有中國的相關的媒體人 竟然還攻擊我啊 各位 看看你們中國自己的報導 什麼報導 中國假疫苗 什麼疫苗 3000多劑的疫苗 已經逮捕了幾十個人啊 為什麼 因為他們疫苗 裡面放的 竟然真的是生理食鹽水 我的天啊 你要害死人啊 為什麼呢 因為呢 我今天早上一大早 就接到台灣 那個醫生群組 他們有醫生群組 有個耐團 耐群組嘛 他們傳來了一個 最新的一個說法 什麼說法呢 打了中國疫苗 沒有感覺 你可能打到 那麼生理食鹽水的疫苗 打了中國疫苗 會發燒 你可能打到 裡面是自來水的疫苗 打了中國的疫苗以後呢 尿失禁 你可能打到 恭喜恭喜 打到真的中國疫苗 因為是73種副作用裡面的 這也不是我講的 這是你們中國自己的 相關的醫學科學家 自己說的嘛 有73種的副作用 什麼臉潮紅 尿失禁 一大堆 有夠恐怖就對了 那從這個地方 就看得出來啊 過去為什麼 從這個馬英九 當總統的時代 陳水平當總統的時代 都禁止中國疫苗 進來台灣 那不是現在才開始啊 你馬英九當總統的時候 你就禁止他來買 為什麼 因為發生太多 太恐怖的事情嘛 B型肝炎 打到嬰兒的身上的 這個B型肝炎疫苗 是假的 然後呢 在此之前 把破傷風 把那個百日咳 然後包括白猴 這些 所謂的三合一疫苗 這些打 也都是假的 然後更多的這些 連狂犬病疫苗 都可以是假的 因為太多 太多 太多 所以大家去Google一下 就知道了 這些都是中國的報導 不是台灣的人 黑你啊 所以呢 在如此的情況下 我問你怎麼敢打 我就說嘛 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 過年了嘛 除夕沖晚 live直播 習近平啊 叫小後 拉著這個 李克強的手 一人簽一個 左簽黃安 右簽劉樂言嘛 打中國疫苗給我看 帶頭示範 三選一 三選一啊 帶頭示範 給全世界看 那麼 但是全題是哦 你要原裝的 你不能 事先都會抽 把它抽出來 把那個輝瑞 給它注進去 你知道嗎 問題在這個地方 你敢不敢 我問你 你敢不敢嘛 你為什麼 一個疫苗 18歲以下不能打 59歲以上 不准打 那就表示 你的疫苗 是有問題的嘛 那這種情況之下 為什麼還要 硬要強迫台灣人打 我問你 如果有台灣人 那個黃志賢 叫小不錯呢 因為他比台灣的這些 這個相關的 來贏的這些政治人物呢 叫小要好一點啊 人家真的去打了 但我現在很擔心啊 黃志賢你打的 會不會是生理食鹽水啊 我不知道啊 打到生理食鹽水 是沒關係啦 這就稀釋掉了啦 這就稀釋掉了啦 可問題是 你的真假難辨啊 因為連這種黑心錢 都有人賺啊 你知道嗎 那麼也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台灣想盡辦法 你知道 這個現在搶奪世界的疫苗 其實是一場賭注 為什麼呢 大家當然現在 疫苗 因為現在歐美非常的嚴重 所以他們有什麼就搶什麼嘛 你看加拿大 美國英國 搶到一塌糊塗 連我們都 此於之央 AZ的牛津疫苗 都因為這樣子 到底能搶多少 不知道 本來要買一千萬劑的 現在歐盟跟英國 兩個幹起來了 你知道嗎 那但是 我們盡量搶 盡量想辦法嘛 你也要知道 有些國家是想盡辦法買了他們國家所需要的四倍之多 那未來 未來如果打不到這些不是要丟掉了嗎 而且這個疫苗到底它有一年的功效還是八個月 不是人家是說你一注一劑還是注兩劑 然後一世人OK 就逃過這個武漢病毒 不是的 而且今天傳來這個最新的消息啊 英國變種病毒啊 你打了相關的疫苗了以後呢 它會比一般 比一般的武漢肺炎病毒呢 那麼稍微下降一點點 本來比如說百分之九十幾 那恰降到百分之八十幾 但是南非變種病毒會一下掉到百分之六十幾 也就是說它確實這個病毒不斷在變種 基本上來講 那麼你有疫苗可以打 當然是好的 但問題就在於你的疫苗品質好不好 還有一個啊 疫苗通常需要有一段時間 不是三五年之內 甚至於要八年十年 整密的一個進行這個人體實驗嘛 現在所以這個就是台灣為什麼 台灣為什麼有些醫生建議說 哎呀一千人實驗就好 我們堅持一定要三千人 為什麼一定要三千人做實驗 一定要兩個月的觀察期 安全嘛 現在全世界有哪個地方 比台灣現在我們戴起口罩來 然後你雖然在那邊擔心 這個不逃事件幹什麼 今天馬上要清零了 說有隔離四千全部加起來 他不當當四千七百多個人啊 包括不逃的這些議論 然後馬上要清零要抽血 要驗抗體等等嘛 但是平心而論 全世界有哪個地方比台灣更安全 所以在等候疫苗的過程當中 大家要平心進去 不要過度的驚慌啊 為什麼 因為全世界這麼多的疫苗 不斷的出來了以後呢 一定會出現疫苗過剩的問題 還有那麼所謂的後遺症的問題 一定會在幾個月內呢 不斷的展現出來 對 現在全世界疫苗搶翻天 只是沒想到 中國的黑心商人 竟然又去這個假冒 這種假疫苗 那就要請教吳醫師了 這種假設他是真的生理食鹽水啦 打進去身體會怎麼樣啊 其實如果真的是生理食鹽水 其實還算好的 那中國是這個國家 他們其實一路以來 都一直有一些黑心商品 黑心藥品的新聞 這個已經見怪不怪了嘛 可是疫苗這個東西 為什麼這麼重要 其實是因為疫苗 它是屬於一個預防性的藥品 它並不是用治療用的 所以假設是治療性的藥品 打下去沒有用 自然病人患者都會發現 可是疫苗這個東西 你打下去如果沒有效果 其實你是很難知道的 所以其實在武漢 然後還以為自己已經有免疫了 對 所以反而造成危險 不效的商人非常好 拿來賺錢的管道 所以其實一直以來 像剛剛瑞德大哥講的 就是包括狂犬病 包括百日咳 這些其實都已經有 就是有發生過這種疫苗門的事件了 那其實在中國 這些黑心的商人 也從來都沒有受到懲罰 像當時那個三聚氰胺的毒奶粉事件嘛 那這個時候應該要負責的官員 甚至後來還被調去 當這個食品藥品的監督管理局的副局長 那你就知道說這個國家 其實針對這些東西 他是沒有管控的 那這個中國的疫苗出來的時候啊 其實醫師團體很多都在聊這件事情 每次交流一個新聞 大家都會發說有沒有人 每次不是誰說要去普篩啊 誰要疫苗買進來嗎 那願意打的請舉手這樣子 那其實可以發現 大部分的醫療人員都是用一種 好像覺得誰敢打誰敢打的 這種心情去討論這件事情 而且因為你看 像台灣現在確診這麼少 那這個疫苗 它並不是說讓你不能得 有時候是讓你說得了之後 重症的機率比較少 但是台灣得武漢肺炎的人 其實本身就已經非常少了 那你在打完疫苗之後 有沒有可能這些打了 雖然重症率減低 但是反而造成這個疫苗 造成這個病毒的傳播的人群更多 這個也是有可能的 OK好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中國的疫苗 大家真的要提高警覺 到底是有效不有效 是真還是假 如果真是生理實驗水 那還好打下去不會怎麼樣 那就怕裡面 如果摻了什麼東西 打進去 是不是會危機我們的健康呢 那現在呢 我們可以說 中國呢 這個甩鍋無極限 來宽哥 之前已經傳出很多啦 雪糕啦 櫻桃啊 都有確診 現在最新的 國際包裹 有驗出病毒喔 其實國際包裹會驗出病毒 之前在歐美 他們是有說 但現在其實在歐美各國 他們都嚴 非常的去對這件事情做防護 所以各位可能不太清楚喔 現在在貨物 包括了空運 包括了航運 上機之前 東西包好就先消毒過了 所以很多人在擔心說 整個國際包裹 會不會有所謂的染疫的風險 我認為 這個大家想太多了 甚至於最嚴格的是韓國喔 韓國我還曾經看過 就是說他們發現這一批 產品可能有新冠肺炎 他們也不管說 這個是誰寄的 誰買的 直接就銷毀掉了 這個是韓國他們的做法 但現在我們要從兩個面向來看 中國對於所謂的疫苗 跟所謂的包裹這個問題喔 我認為現在對中國來說的話 不管是在整個檢疫 不管是在疫苗上面 他們把它視為一個大發財的方向 為什麼呢 一個國家如果真的有疫苗 就如同當時川普總統 他花了100億的美金 他說請大家來做疫苗 各位總共捐助了幾家 你知道嗎 四家 他就把所有的資源放進去之後 那目前這些疫苗 全世界也陸陸續續在打了 可是中國呢 中國他們就常常會出現那種 所謂的技術性的名詞 什麼叫技術性的名詞 例如說我跟各位談喔 什麼叫做負條件式的上市 你到底經過了一期的實驗 二期實驗沒有 沒有 但是你可以負條件來做上市 那這個藥有沒有效呢 不知道 你沒有經過所謂的國際的一個認證 好 之前中國的疫苗有兩劑 他們說他們已經通過國際認證了 但事實上沒有 為什麼呢 後面我去查聯合國的資料 因為理論上 如果真的有通過認證 聯合國他們要有標準的資料出來 但現在中國神了 真的是厲害了我的國 他們目前還有16支疫苗在後面排隊 據說還有7支已經進入了三期 同時還有一支 還是一樣可以做有條件的上市 那我問各位 這麼多的疫苗 難怪所有的民眾會頭昏眼花嘛 就如同這個叫做克爾萊芙疫苗 克爾萊芙疫苗是什麼呢 如果一樣是50%50% 你打生理時間水 你當然不知道 為什麼你沒感覺嘛 那同樣的 對官員來說 他們建立一道防火牆是重要的 什麼要建立防火牆呢 鮭魚 牛排 豬頭 雪糕 櫻桃 這個是我們在節目上所看到的 昨天中國大陸的新聞 還有什麼呢 這個更神 包括了拖鞋 啤酒 車用零件 從國外進來 那天啊 你這上面不是包山包海嗎 所以陳時聰部長才會說 其實各國都沒有所謂的 國際包裹的一個染疫的報告 只有一個國家特別多 那因為他是那位先生嘛 所以一個國家就是指中國 好再來關心台海局勢 那麼中共最近是不斷的軍演 從去年一直到今年都還在進行 那現在呢 不光是台灣壓力大 恐怕連他們自己的官兵 精神狀況都出問題了 這是香港南華早報 引述上海解放軍 他們海軍軍醫大學的研究 說他們的這個潛艇官兵有五分之一 大約是20%的這個官兵呢 有存在這種心理精神上的這種健康問題 來瑞德哥 這個狀況嚴不嚴重啊 請聽清楚 香港是你們中國的 然後呢 你們的海軍軍醫大學 也是你們中國的 你們中國的媒體跟 中國的那個醫學大學啊 自己做這樣的實驗 我聽了以後覺得不可思議啊 因為他們也公佈相關的 這些採訪內容 為什麼呢 不序 他們一直講 中國潛艇有巨浪商號 然後洲際飛彈打出來了以後 可以直接打到美國本土啊 好可怕 核足武器等等 現在發現你們的潛水艇 你們的阿兵哥自己要小心 為什麼 竟然有高達21% 他調查了500多個官兵 有21%出現了心理的狀況 他們的心理壓力 好那心理壓力是怎麼樣呢 全世界的 全世界的這個潛水艇兵啊 都是在右臂的空間裡面下沉嘛 不是只有你有啊 去到底來講全世界都有啊 那全世界應該都有這樣的一個狀況嘛 不是的 為什麼呢 我覺得 那麼因為他們現在公佈的是 大概我看到了 只有看到裁電 裁電潛艇而不是核子潛艇 那裁電潛艇的話 哇 那個台積潛艇相關的 裡面的生活品質真的很差啊 那空間因為很小 所以呢 三排的吊床 然後你必須撤著身子進去 連翻身都很難 你在睡覺的時候 你想想看 你連翻身都很困難的情況 不小心會撞到 對不對啊 這個是生活上的不便 可是問題是 他們為了這個要省電 所以呢 竟然把空調關掉 裡面是40 裡面的內容 你們自己的內容 自己報導的內容啊 竟然可以高達摄氏40度 你看那個裡面有多熱 哇 然後緊接而來 我更覺得不可思議 說是什麼 為了怕載重太多 所以呢 淡水不能載重太多 所以一個人一天只能喝一杯水 那能洗澡嗎 不能洗澡 你看我們當兵的時候 我講真的 講坦白的 為什麼人家當講說 你們這些臭男生 有沒有 還真的是臭男生 為什麼 因為當兵的時候 常常在那個很悶熱 我們台灣是用那個 巔風扇嘛 以前三十幾年前 我們當兵的時候 那種 那種來自於 發出你的體味啦 體臭啦 甚至於那個腳臭 是很可怕的 腳臭 那個味道比鹹菜 加不到幾倍 對不對 你想想看 60天不洗澡 在那樣的一個環境裡面 那當然會有這樣的 風調 再加上又不能跟家人通訊 又不能跟家人聯絡嘛 所以聽說他們的這個潜水艇兵的起薪是人民幣一萬塊啦 大概是四萬多塊以上啦 然後呢 聽說也因為這樣造成很大的這個 我看那個空間真的很小啊 所以我覺得在打仗 當然因為打仗 受某種程度的這個壓迫是對的 受某種程度的這個抗壓是對的 可是問題是 這個環境顯然糟多了 為什麼 你再看看美國的 美國因為他連核子潛艇都公布 那核子潛艇因為他比較寬嘛 比較高比較大 所以他的空間當然大 你看吃飯的地方 剛剛講的老共的柴油潛艇啊 他只能用電磁路啊 他連烹調都只能大部分都吃罐頭啊 你知道嗎 連這個相關的東西都不能煮 美國的不是 美國跟一般的那個航空母界 沒什麼兩樣啊 都是吃自助餐 然後呢 我剛剛不是說 中共他們說 他們才有潛艇的阿兵哥 一天只能喝一杯水嗎 美國阿兵哥 每餐都有一杯咖啡 你知道嗎 所以相較之下 在那個當兵的環境裡面 你要知道 那麼當兵除了士氣之外 他的環境也很重要 所以相對之下 這是可以解釋 為什麼現在中印 在喜馬拉雅山上面對峙 而突然間中共 要把在西藏高原上面的 阿兵哥跟軍官士官 全部都加薪 因為如果你不加薪 是不是因為這樣子 你就留不住人才啊 對的確 在這種情況下 顯然他們的生活環境 是非常的惡劣 要請教吳醫師 20%的官兵 心理狀況是有問題的 他們可能會有什麼症狀呢 有 剛剛其實聽到 包括這個限時條件的問題 他第一個空間小 空間小 其實這些官兵 他可能活動的範圍 就比較少 那活動範圍少 其實一些血液疾病 包括血栓 靜脈栓塞 甚至是一些心血管疾病 都比較容易發生 那另外又特別提到說 天氣悶熱 天氣悶熱其實最容易脫水 那脫水的狀況 其實又加重這個血液的濃稠度 其實更容易發生這種 中風啊 心肌梗塞疾病 對 那在最後又再提到 這個駱駝上的最後一根稻草 就是說一天只能喝一杯水 其實正常的成人 每天都要喝1800到2000cc以上的水 所以一天只有喝一杯水 聽起來這個 生理上的挑戰 第一個是非常大的 那接下來回到心理上的狀況 其實在潛艇的這個 壓力變化很大的地方 身體上一定會不舒服的 那生理上的一些症狀 再加上他跟外界隔絕 沒有辦法有跟現實接觸 甚至是有可能他的日照 光照是不足的 變成他整個生理時鐘都打亂 可能也睡不好 然後喪失一些跟現實的連結這樣子 所以有心理狀況的可能性 絕對是非常高 會有什麼焦慮妄想的狀況出現嗎 焦慮妄想 幻聽 睡眠不足 這些都很有可能發生 所以顯然他們的環境是非常的惡劣 所以宽哥 那他們這種戰力影響恐怕就很大囉 當然戰力影響會非常非常大 最近我們就可以發現 這個非常罕見 中國他們同時又說了 他們的洞96潛艇 居然擁有了巨浪2 這個讓美國非常非常的緊張 但是又發現又出來了 他們的傳統潛艇 居然有很多的人 擁有所謂的心理上的問題 那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去看過 海軍住的地方 我個人待過拉法葉艦 我也待過比較舊型的戰艦 那個真的不是人住的 一排又一排 然後呢在上面呢 你想要躺一下 一下子船的聲音 一下子人走來走去 其實在船上當水手 那個不是各位能夠想像的 但最近有很多新的一個戰略出來 讓大家覺得還滿驚訝的 我們來談談巨浪3好了 巨浪2之前只能夠飛7200公里 所以對美國本土來說 他們覺得威脅沒有那麼大 但是他們新出來的巨浪3